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搁床中间摆好pose 将被单盖人偶身上伪装成自己 只等老公回来给他来个意外的惊吓 而不对是惊喜 可这时时间却如同静止了一般屋内的音乐声戛然而知 钟摆摇动的声音也突然听不见了 就连水壶烧开的风鸣声也突然没了 房间中弥散着恐怖的气息 死一般的寂静 音乐感觉和那只鬼秘莫测的人偶有关系 想掀开被单看看 被单却突然自己开了 给他来了个五花大榜层层缠住 高高甩起 重重摔倒在地上 是大口大口的吐血呀 接着又给他硬生成的拖进了屋去 这这小米买吃的回来了 看到早已烧开的水壶赶紧关了火 去冰箱里拎了两瓶啤酒 想进屋度过一个浪漫的周末 这时阿珍去书画让他进屋找他 刚走两步就发现了遗迹的陷险 吓得他是玫瑰也掉了 脸上也没有微笑了 小心脑 碰碰碰的加速直跳了 这时里边阿珍又开枪了 老公啊 哪有个big price要吐你 一看媳妇当个血盆大口 舌头已然没有啊 到了警局后 一个RB警察进来了 我们就叫他胡警官嘛 怀疑是小米杀了自己的媳妇儿 小米说 你应该查上那个大箱子里的人偶 那是个口气人偶 出现这玩意儿可是个不祥的征兆啊 胡警官不信 但没证据也只好放人 媳妇儿莫名其妙就死了 小米决心自己查出真相 再次回到自己家 把这个神秘的箱子是翻了个底朝天 最后一条一条撕开箱子上边的衬布 看到箱体上的一行英文写着马力骁和比利在X小镇 话说这个X小镇就是小米的老家 于是他驱车回老家 打算查个水落石出 可到这一看 这里已经是个荒阵了 全没了以前热闹的景象 怀下坦堆的心情扣向家里的门环 一个疯子错误的美少妇 微笑着开了门 少妇说 我是你的新一代后妈 小米心想自己老爹可真是老当一状啊 果然进来一看 爹已经精进人亡了 不对是中风后坐上轮椅没法行房了 询问人偶杀人的事 老爹说那些都是下午小孩玩的 根本没有的事啊 之后 举倒尸体整容是老王商量给媳妇下葬的事 在门口看见了老王的疯媳妇玛丽安 这个神经病没事总神神叨叨的 入脸时 老王听了这件事后 也表示很难过 接着两人就讨论了一下葬礼的具体安排 之后就给媳妇阿珍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 到一处姑母前发呆 一只手搭到了肩膀上 是老王的疯媳妇玛丽安 对小米说 你看到他啥你妻子了吗 当心玛丽霄 他没有小孩 只有人偶 这时 老王把疯婆子拽走了 撩开一堆枯木一看 这堵木就是那位玛丽霄的葬身之地啊 回旅馆后 找到那个人偶 看到这玩意儿脑后头刻着个名字叫比利 想起了之前收到的大箱子趁不下写的英文 看来这人偶就是玛丽霄的杰作 于是带上这个人偶驱车前往这个小镇的公墓 竟然找到了这个叫比利的人偶的墓碑 于是他连袍带脑 双手紧刀 打开棺材盖 一看里边是空的 到底是谁把这个恐怖的玩意儿 导弄出来寄给他的呢 百思不得其解 给他归原味又埋了起来 回旅馆洗个小枣 泡了泡小脚 觉得挺累 刚想往床上倒 你妈这人偶咋又他妈回来了 原来胡警官一直偷偷跟踪他 前脚刚埋 后脚就给刨出来了 对小米说 我觉得你心里有鬼呀 小米说 这人偶才这么是鬼呢 我们这里有个关于玛丽霄的鬼故事 存说他和他制作的人偶一起被吓到 如果你见到他 千万不要尖叫 否则就会被割到舌头 这伙子然还是不信的 小米隐约感觉老王媳妇 玛丽安知道点什么 就跑过去问 可他却不知道咋了 非常害怕的走开了 顾梦啊 这里边肯定有事啊 于是老王头给小米讲了这里的历史 原来在老王小的时候 这里曾经很繁华 还建了一座大剧院 有个人偶富裕演员叫玛丽霄的 在这里演出 由于表演非常幽默会谐 经常引的观众们连练大笑 在一次演出中 有个小男孩不合时宜的打断了表演 说自己看到玛丽霄的嘴唇在动了 这就如同魔术师被当场揭秘一样 玛丽霄也觉得很尴尬 因此对小男孩心中恨意 几周后小男孩居然神秘失踪了 而不久后玛丽霄也被人谋杀了 玛丽霄的第一个愿 是让他的101个人偶随他一起下葬 第二个愿 是让职业是尸体整容室的老王特爹 把他的尸体也做成人偶 这点老王偷偷来到父亲的工作室 想下楼一堵棺材里 被改造成人偶的玛丽霄的方程 个也看不到 就把身体压在一边探头亡了一瞅 可这下另一边越跳越高 最后这尸体也摔了 棺材也歪了 娃娃当时就吓呆了 接着出现了一幕幕极其恐怖的灵异事件 得亏是记得遇着玛丽霄千万莫尖叫的传说 我这对硬是没叫出来 而之后玛丽霄的鬼魂就跑出来 疯狂抱负镇上所有人 摘掉所有人的舌头并做成人偶 为了搞清楚这到底他妈咋回事 小米决定到玛丽霄曾经演出过的 那个老剧院里探的闲 一座阴森恐怖的老剧院 毫无生气的坐落在湖中央 找到玛丽霄的化妆小屋 一本老乡层上画的都是人偶的制作图纸 玛丽霄确实是个人才 哥现在怎么也是个建筑工程师吧 有一页写着如何制作一个完美人偶 再往后翻识附加公子失踪的简报和照片 突然看到镜子中的沙发上 出现了一个恐怖的人影 回头一头啥也木有 原来是闹鬼 当时吓成狗 根本惹不起撒牙子就走啊 这边老王听到地下管道里有声音 以为又是自己的疯媳妇玛丽霄进去了 于是抄起手电就端进去找 可拿手电晃了半天也没叫人 回头发现后门却给关上了 疯狂杂闻时突然冒出了一张又老又丑的脸 老王吓得嗷嗷直掉 于是长长的舌头前边又剁了一个战利皮 小米回家找老爹询问这玛丽霄到底是咋回事 老爹终于告诉他 其实很久以前在剧院多嘴的小男孩就是你叔叔 因为他神秘失踪了 咱们家只有一个怀疑对象 那就是玛丽霄 于是家族的人就找到他强迫的尖叫 趁在张嘴的时候割下了他的舌头 并将他杀死了 但没想到玛丽霄的鬼魂之后回来复仇了 无论是当年的当事人还是镇上其他五百姓 都一个接一个的被他杀死并取到了舌头 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这时捣乱的胡警官又来了 说自己刨坟去了 发现埋在地里的那一百零个人偶都没在关他里 说着小米的孙口问他到底咋回事 小米刚好骂娘就是老王来电话了 说他自己有能证明小米无对的证据 约他去老剧院见面 当然小米并不知道老王其实已经领和犯了 于是二人又一起来到老剧院 这时胡警官无意中撩开了红单子 一看我操这后边真是别有洞天呀 一百来的人偶都搁这里边展览 太家选美比赛呢 牛脸一看这边怎么还有个大红布呢 小心翼翼的掀开红盖头 看到了一具恐怖的干事人偶 原来这就是那位在剧院多嘴的小男孩 这时也不知道是哪位体育老师下了令 人偶齐刷刷的挨个牛脸 箱子看起 原来玛丽萧这个恶鬼能任意附身到人偶上面 现在就附身到这个不倒翁小丑身上了 玛丽萧说自己想做出完美人偶 但拿木头做太难了 所以就把那个多嘴的小男孩杀死后 做成了第一批实验品 小米问那你有时候冲我来杀我媳妇做甚呀 玛丽萧把小米叫到跟前说出了一个秘密 你并不是最后一个家族成员 你媳妇阿珍已经怀孕了 接着就伸出那条一根根接起来的无数只口条舌温小米 可给小伙子恶硬坏了 胡警官一看不妙 端起伞子枪就漏了一缩的 把这个人偶当场就给暴局了 不对是暴头了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玛丽萧接着就挨个附身到其他人偶上 咋地你这种简便方法呀 一把会给牙全点了 脸儿争先恐后的逃跑比谁跑得快 因为年久师兄木条撑不住他了 胡警官一个没抓住 嗷嗷一声摔了下去 玛丽萧乐乐又一只新鲜的口条到手了 小米逃了出来 但别忘了那只叫比利的人偶还在呢 回家刚找着他 这是玛丽萧又皮尔皮尔的跟来了 咆哮的刚开血盆大口袭来 小米一看 我操小样还会治不了你了 把比利往火里扔 手挖过来总算滚足了 这边一看老爹正坐轮椅上闷得密的 上前打个招呼吧 K们 我却怎么趴样了 琢磨出一个细思恐极的事实 觉得老爹早死了 之前每次和他对话 都是后妈用妇语说的 老爹内脏早就被掏空了 后妈在脊椎上 又跟裤支着不让他倒下 小米越想越崩溃 感觉整个人都在下坠 抱着头连连后退啊 原来后妈就是 玛丽萧做出来的那个最完美人偶 利利的人偶就是他寄来的 这时有人说话了 而在想我呢 小米这次终于没能忍住 大声尖叫了起来 你坚持90分钟不说 可以了 骚年 中国国族欢迎你 有些事情 即便你是内行 也不要当众随便结传别人 有句话叫看破不说破 你们觉得呢 喜欢雨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